女孩子呀,不要老是因为一些误会,就把男生渣男渣男的,他说爱你,没说只爱你,他说晚安睡了,他也没说他自己不敢睡,他说没空,他也没说自己在忙,对吧 要相信男人的感情,都是真的 刘邦之前,为这个韩信,解一,推十,不是假的 那个时候用得着人家吗,人家又那么能干,替你卖力的打天下 平静天下之后呢,泄沫杀驴,也是真的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刘邦,没有想到,韩信,也没有想到 刘邦,没有想到自己的感情,变得是如此的快 刘邦,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无比信任的刘邦 刘邦,两个人一见面,就被贺令拿下 真是半军,如半虎 刘邦,双方见面之后,韩信被抓 然后被囚禁在刘邦的车队当中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韩信被绑,被扶 才如梦,方醒 常看一生 果然是如人们所说的 猫,猫带死 狡狗烹,飞鸟进,梁宫藏 敌国破,谋尘亡 如今天下一定 我也是该上路的时候了 刘邦听说后 别废话 把韩信找来 然后就对他说 听说你这个最近思想有点不太稳定 有点想不开啊 屁话 这事搁谁头上 谁也想不开好 哎呀 你觉得朕是那种薄情寡德之人吗 所以说呀 天子都是寡人 都是寡德之人 这个还不是因为啊 有人告你谋反吗 所以 也是为了保护你 也是为了爱护你 啊 才让你单独享受 这个与世隔绝 是为了怕别人 伤害你啊 韩信听了呀 也不多说 也不辩解 误会啊 从来都是说不清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对方 根本就 不想听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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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 西方 都是一个样 反正你绑我也就绑了 就带到哪儿去也无所谓 后来 后来刘邦就带着韩信 回到了洛阳 大约是查无实据吧 不久呢 就马马 呼呼的 将韩信 降为 怀阴侯 由这个王 降到了 喉 控制在京城一带 韩信呢 也深知 刘邦 对自己的记恨 在这个时候 达到了顶点 有时候 一个人的才能 太过于锋芒毕露 肯定会招来 极贤 肚能 所以呢 他也就 有所收敛 就脱兵 不出 就在家 本来 是不是就是反省了 闭门谢客 反正 被打到了政治的边缘 也没有多少客人 来 再 抱这个楚王的大腿 所以呢 就在京城 郁郁寡欢 直到后来 被 吕后 用计 杀死 陈平 这个 甲油 云梦 祭福 韩信的这个 计策 刘邦 赵章之行 最终 将韩信 逮了个正招 也没有费 一兵 一族 就避免了一场 兵险 大灾 也消除了 再度 分裂 割据的 祸根 试想一下 以韩信的才能 以韩信的为人 以他曾经的自负 以他曾经 门声 故隶 变天下 他要是真的起来造反 继续国上下 有谁 能够拦得住他 所以说 在适当的时期 就像张良 像这个萧和他们 也像陈平一样 适时的藏着 藏巧 攻城 深退 要懂得这个道理 是多么的重要 韩信的死 也消除了 这个 中国再度陷入混乱的 这个祸根 维护了 国家的统一 与安地 只是啊 韩信就这样 不知不觉的 落入了陈平 设计的圈套 他毫无防备 就被拿下 就被削去了 王位和兵权 一切 都如陈平所料 全无防备的 韩信 转眼间 就由威风 邻里 独霸一方的 楚王 降为了 半时 京城的 淮音侯 这个当时 就有人说 立刻 杀掉他 以免后患 但是刘邦呢 这个时候 毕竟 跟他打天下的 老伙计啊 还有一大帮 所以呢 就暂且赦免 好歹让他 做个怀音侯 享受一定的待遇 这个时候呢 又与这个 有公之臣 抛福 定封 封这个 陈平为侯 这个呢 也是 给世人看 你看 只要为我 刘邦出力 不会 亏待他 陈平呢 剖福 定封之后 名义上 是 世事物绝 若个书生 万户侯 人生至此 夫妇何求呢 而且 而且几年来啊 这个 跟着他 担惊 受怕的 陈夫人 也算是 终于看到啊 丈夫 功成 名就的 光荣时刻 啊 光宗耀祖 肯定也是 乐得 合不上嘴 特意的 白酒 庆贺 一连几天 功酬 交错 面对成功的喜悦 陈平 又是怎么对待的呢 我们今天 啊 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